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 小松 请谈 台湾 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华人 在脑子里从小到大都会有不同的那种印象 我就说说我自己的 从小其实我跟几乎所有在大陆成长起来的人一样 台湾在我们脑子里就是一个水深火热的 特别悲惨的白色恐怖的 完全就是地狱一般的地方 就是从小我们的人生理想之一 就是有一天要去解放台湾 为了解放台湾要抛头路撒热血等等等等 那有那么多同胞跟人民在受苦 然后所以台湾是一个既近又远的地方 台湾那的人大家能知道的从小也就是叫独夫民贼蒋介石 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看到凡是有关台湾的事情 前面都是有一个尾字 这个年轻一代可能已经不习惯了 我们小时候都习惯说只要一说台湾 不管什么媒体上 比如台湾的任何一个职务 一个部长或者一个县长一个市长 那前面都要加一个尾字 就是台湾的尾总统 尾市长尾县长 几乎所有的前面都是尾 尾这尾那 所以就完全是这样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 以至于后来开始遇见台湾人的时候 都怀着那种好好奇怪的心情 就老的说终于遇见一个台湾人 看看这尾人 不是那个尾大的尾 是那个虚伪的尾 说看看这尾地方来的人是啥样 结果一看 也没三头六倍凶神恶善 要跟我们撕吧起来 也没有好像水深火热 弄的面色苍白怎么样 挺正常的跟我们很像 而且说的普通话 他们叫国语 我们叫普通话 在这跟大家多说一句 这个国语这个事 到现在你去台湾 大家都好多人都不认同 说为什么叫国语 我们其实刚解放的时候 也曾经说这个叫国语 因为你国家总要定国旗 国歌 国徽 国语 就定国语的时候 我们确实经历了一大轮的争吵 就是大量的知识分子是江浙一带人 大量知识分子坚决反对 管这个 就咱们现在说这个话 这个话是融合了很多北方少数民族的话 融合了蒙金等等 形成的现在的我们这一套话 坚决反对这叫国语 说国有数千年的历史 数千年历史里只有很短一段时间说这样的话 这个话如果叫国语的话 那连国学都不会念 因为你念国学那些传统的过去的诗文 大量都不是用这个语言写的 所以在江浙一带大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下 其实我们反而更民主一代 我们说好吧 那就不叫国语了呗 那就把这话叫什么 叫普通话 普通话就是什么意思 大家就是 其实我觉得翻译过来就是屌丝话 大家屌丝之间说话的时候就这么说呗 大家都能听懂那种话 至于大家要念诗文 要念各种更高大上的文章的时候 那到底用什么语言 大家有考据 所以我们叫普通话 他们叫国语 可是他们的普通话说的 说心里话 我开始遇见很多台湾人的时候 他们说那普通话比大多数 我在电视上电台里听到的 我们的领导人 或者是我们的大量的不同地方来的 大陆的人 其实说的还标准点 反正至少都能听懂 总比去好多省 说他说那话我听懂听不懂 觉得这还好像挺亲近 到今天回想 我最开始在大陆遇见的台湾人 其实几乎都是外省人 这外省人什么意思呢 就是父母 当然现在开始有爷爷奶的了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父母跟着 国民党政权一起来到了台湾的 那一批人叫外省人 比他们早了一二百年去的 其实也是外省人 但是那些人就叫本省人 大概在台湾 我这次去台湾 我仔细就问了一下 我说你们怎么界定这个外省人 本省人 但是今天的台湾 其实大家已经不care了 什么外省人 本省人 大家只是说今天有点像在美国 说我祖上是爱尔兰的 说我祖上是意大利的 我祖上犹太人 基本上也就是这个了 但是仅仅在一代人以前 外省人 本省人 还是非常明确在台湾的 完全不同的族群 这个本省人什么意思呢 在那个时代 本省人特别的狭小 他严格界定了本省人 就是最开始开垦台湾的时候 去的 闽南人 泉州人 张州人 几乎就是这些地方去的 他们叫本省人 那我认识了其他的 大量的这个音乐圈 电影圈的 这几乎全是外省人 比如说吧 我认识台湾那么多艺人 大部分人是外省人 但是不是外省人的 大概有这么几个 罗大佑不是外省人 李宗盛就是一北京人 李瑶我虽然不认识 但李瑶也说一口北京话 张辉妹不是外省人 张辉妹是原住民 可是最可笑的就是 原住民人明明世世代代 就在台湾 但是他不叫本省人 他叫原住民 美国是这样 这个印第安人 当然以前叫印第安人 后来大家觉得印第安人 有种族歧视 大家现在管 印第安人不叫印第安人 叫做Native American 其实也是原住民的意思 就是美国 美洲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 所以张辉妹不算本省人 他是原住民 罗大佑为什么也不算本省人 因为他不说闽南话 他不是闽南人 他是客家人 实际上客家人 仅仅比闽南人晚到了台湾 大概没有半个世纪 就几乎就前后脚就到台湾了 他们最开始开发台湾 但是他们叫客家人 客人 所以这客家人也不是本省人 然后原住民也不是本省人 而叫本省人 其实是对面福建来的 闽南人 所以到底谁是台湾的真正的主人呢 其实都是客人 这么一说 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理解 都能更理解一点 大家去台湾看台湾的庙 那简直是举世无双的奇观 我去过这么多地方 这个华人也到处建庙 咱们大陆不说了 这香港到处是庙 然后新加坡庙 等等等等 包括我们洛杉矶都有庙 唯独到这台湾 这庙之怪 别人要不告诉你 这是一庙 你一直就以为这是一准备唱戏的台子 为什么 那整个那房梁上 屋极上 老远一看 到处都是飞的什么 八仙 这个太阳上老君 等等等等 从外边一看 那房梁几乎是爬满所有的地儿 伸出来一个这个龙 飞出一个那个神仙 马祖庙还好 马祖庙当然也是外边裹满这东西 但是大部分的庙是 世华世间莫尼在这 玉皇大帝在那 然后旁边一看 角落里还有一观光 我第一次去 我都傻无人精 这里头 这到底是拜谁的 然后台湾人就呵呵呵乐 说其实好多我们也不认识 我们也就认识这么几个菩萨 齐伯格菩萨 十八罗 反正那个 之节省地方吧 就到处到处满满了 不像我们分的清清楚楚 如是道 这个这个世的庙 就是佛教庙 那里边是佛的这系统 那道家的庙 里边是道家这些 它全在一块 后来台湾人就解释说 我们这叫来的都是客 说大家都是客嘛 到这来就能拜的都拜的 咱别冷落了谁 基本上就 这种咱不要冷落了谁啊 来的都是客 这种心态就特别想台湾 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客人 本省人也是闽南来的 然后原住民觉得自己挺不好意思 站在你们汉人中间 虽然足足备备 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其实印第安人在美国也是 站在这些白人身边 他也觉得自己好像 好像不是不是本地人 似的那种 自己也觉得挺不熟的 大家都是客 就是台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 形成今天的台湾人 形成了这样的台湾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所以我对台湾人的印象一开始 今天回想肯定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为什么呢 我遇到的全是外省人 不但是外省人 而且大量的是眷村长大的外省人 眷村长大外省什么意思 眷村就是国民党老兵老将 老军官所有那些人 他们到那儿住到了一起 从大陆过去两百万人 除了资本家地主等等知识分子以外 军人们就住在一起叫眷村 眷村听起来还挺浪漫 台湾还有眷村菜什么之类 其实你真正现在去看眷村 其实就是破交大杂远 所有的军人都住在那里面 由于军人 尤其是逃到台湾去的军人 心里肯定怀着那种汉贼不两立 那怀着那种就我是中华这个正统等等这种观念吧 所以军人的孩子们 他们怀着就是中华民族啊等等啊 这些情怀是充分的是足够的 那所以我一开始遇见他们 比如说一能景 那就眷村长大的 大S眷村长大的 刘谦眷村长大的 当然了更老一代的 那就更不用说了 更老一代几乎全部的都是外省来的 大部分都是眷村子弟 从邓丽君 林青霞 秦汉 包括张大春 包括王伟忠 包括这个王祖贤等等等等啊 大量的几乎都是 至于这个原因嘛 这以后我们要慢慢讲 因为实际上外省到台湾的开始 确实是攫取了最大的教育资源 最大的本省的几乎所有资源都掌握在外省人手里 所以外省人的孩子明显的是有教育方面 各方面发展的优势 那所以包括进大学啊 包括做公务员的各种前途 所以最开始看到的啊 出来的这些人 这电影方面也包括啊 大家看到什么侯小贤啊 朱天文啊等等 这全都是外省人子弟 那本省人最开始是被压迫的 所以到后来大家看到什么张辉妹啊 动力火车啊 这些东西开始啊 出来了 这些眷村子弟 那当然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 然后说着一口标准极了的普通话 并且大部分人不会说闽南话 而且在那个时代 对说闽南话的还有点歧视 就觉得好像说闽南话的 你们本地人就是没什么文化 当然了 那也是这个两讲到了台湾以后 长时间那种洗脑式的东西吧 就是我们是中华正统啊 我们是就跟刘备到了成都似的 说我们还是汉 那你们这些本地人 你们得学国语啊 本地人得接受我们的教育啊 接受我们的统治啊 所以当时是外省人占上风 所以外省人心里有一种很大的教育 当然也不学说闽南话啊 等等等等 大家在一起亲户一家啊 李宗盛来大家一起弹琴唱歌 那大家用来写歌的语言 人是一模一样的 说心里话 比香港来的同行要亲近的多 香港来的同行光说话能听懂了互相就很不容易 而且那时候香港来的同胞 这每句话里本来这普通话说的就不好 每句普通话还加上英文单词 这英文发音也不很标准 普通话发音也不很标准 所以这跟香港同行讨论起文化艺术的时候特别的费劲 这个大家香港受教育并不是中华教育 所以香港并不学中国历史 所以跟香港人还不能说成语 你说任何成语完毕归照 完了大家就这样面面相取 说完毕归照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接着半天 到现在都是啊 我还记得电影公司那时候要拍照是孤儿 说到香港请香港导演 请了一堆香港导演 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照是孤儿 这孤儿是怎么回事 所以跟香港人其实倒还真的 文化源头历史教育都很不一样 交流起来非常难 说大家合作一歌吧 他写的歌词完全我们这看不懂 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当然也有很优雅的我们能看懂的啊 有日让我已在深秋 千千缺歌我们能看懂 但还有很多就看不懂了 但是跟台湾来的同行 尤其是关于中华的古代历史和文明啊 那大家受的是一模一样教育啊 两边仅有一小段有关中国历史教育是不一样的 而是反过来的 就是其实两边历史书只要把那个主语跟宾语换过来 两边历史书写的都一样 只是说我们这儿主语和他们那儿主语是正好倒过来的 我们这儿说我们看着他们不看着 他们说我们看着他们不看着 我们这儿说他们调起内战 他们说他们调起内战 然后基本上就是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管他们叫蒋匪 他们管我们叫共匪 然后就是毛匪 反正互相叫匪 这个但是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越近的历史啊 真实的东西越少 大家都是要隔代修史嘛 可是两边都还没隔过这代气 所以这两边的这段历史 大家就当笑话讲了啊 互相印证一下 所以说你们教科书里有关那事怎么写的 他们说怎么写哈哈哈哈 然后说那你们怎么写 我们怎么写哈哈哈哈 大家特别高兴 因为反正都是文化人嘛 也没有人讨论那些事情 那就亲如一家应该这么说 大家就特别好 所以觉得台湾其实没问题 永远是跟我们是同文同种雪浓于水 就是这样的 我再接触的台湾人 其实我是先到了美国 后来才去了台湾 所以我第二波接触的台湾人 是在美国接触的台湾人 这个就开始有不一样 那他愿意来大陆的 愿意来北京的台湾人 当然首先是外省人 然后深具中华情怀这些人 但是到美国台湾人就已经不一样了 就没有说来喜欢大陆 喜欢北京 喜欢故国回首明月中的啊 这些台湾人要好想来得起 在美国台湾人大部分的时候 跟大陆去的 在美国的是经纬分明 就几乎不来往 在我刚去美国的那些年 台湾的同胞在美国的 对大陆人还是有一些歧视的 这是肯定的 今天呢 如果不是倒过来的话 那其实至少也是平等了 就大家至少没有说 哎呀 你看我们台湾人多讲礼貌 你们这些大陆人在这儿啊 大声喧哗也好啊 当然随大便还没见到啊 至少很多不太文明的举动 台湾人会觉得你看 好像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还把我们的脸丢了啊 等等等等 还有这种啊 今天已经差不多 至少是平等吧 如果不是大陆人更富有的话 大家平起平坐 但是互不来往 跟香港同胞也不太来往 最唯一的来往 就是在好吃的台湾餐馆里 然后这有几桌大陆来的 那有几桌台湾来的 我几乎没见到台湾跟大陆的人 在美国真的能成为说大家亲如一家呀 等等很少 大概只有我们清华同学会 我们清华同学会 说心灵话 也只开同学会的时候 因为清华在台湾有一个 台湾的新竹清华嘛 那北京有一个清华 那两个清华那都是都供奉祖师爷 梅一席校长 然后等等等等 一切文化都一样 这个字除了我们的校名 改成毛主席写的清华大学四个字 他们还保留着那个国立清华大学 那些古朴的字 但是一看那灰也一样 这个水木清华也一样 就是各种都一样 所以清华同学会在我们 至少加州吧 是合成了一个 就两岸清华 那每年校庆的时候 四月最后一星期天 大家聚在一起 但是几乎仅限于 校庆每天大家在一起 平时还是北京清华的同学们在一起 然后台湾清华同学们在一起 几乎不太来往 而且来往的时候大家很谨慎 就是在美国大家 通常不讨论这个政治问题 大家说 好不容易大家聚一会 同学 清华同学聚个会或者什么 咱就别 咱们再讨论政治问题了 在美国反正大家都是二农公民 咱也别讨论 美国还有自己的政治问题 他们自己当着我们的面 他们也不讨论什么蓝绿问题 什么这那问题 他们都不讨论 所以大家相安无事 井水不犯河水 所以在路人机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虽然大家都是华人去那里居住 但是大家自己分的很开 台湾最开始 比如说在Money Park 这个地方叫小台北 台湾人聚居在这儿 后来大陆人来了很多人 所以Money Park现在就变成全 几乎都是大陆人 然后台湾人搬到了另外一个县 叫咱们翻成的菊郡 Orange County 搬到那去搬到 Irvine 那个地方就几乎都是台湾人在那里 然后大陆人占领了差不多东路 突然记得几个City 那大量的大陆人 这个Ascenda 还有什么Roland 还有这些地方 香港人 依然居居在老的Chinatown 因为老Chinatown是说广东话的 那他们说过他们的广东话 台湾人在Irvine 大陆人在这里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基本上在美国就靠什么了解台湾呢 虽然台湾人就住开车也就半小时 但是基本上是靠看他们的报纸 以及电视台 因为你要去只要去中餐馆吃饭 你就会看到台湾时报 或者什么这样的报纸 然后看看报纸 了解台湾在那 恶斗竞选 什么这呀 弄啊 搞得好像每天他们那热闹极了似的 然后后来我说 我订个台湾电视台看看吧 所以我就订了东森台 这个东森卫视 这不是给人做广告 反正总而言之天天在那看东森台 给玩乐 我说这个地方太有意思了 完全不夸张 就是每天晚上 他的黄金时间 都不是播什么电视剧电影什么 完全都不是 我就是吵架 就天天晚上一帮名嘴 什么刘宝洁了 唐湘龙了 在那 骂呀骂陈飞扁 骂民进党骂等等 骂的一塌糊涂 我说这个很有意思 我说这个 美国是一个号称民主国家 号称这个 最大的民主国家 其实也不是最大的 按人口来说 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 但是印度自己也说美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 我们第二 但是在那最大民主国 其实都 几乎没有看到过说 大家进个选要拼成这样 说大家一天到晚得天天在电视上互相骂 骂成这样 在美国偶尔有骂政治的 基本也都是脱口秀就当乐 就当笑话说 就我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 我走在台北 台中的街头 说在好几次是热泪盈眶 为什么热泪盈眶 因为知识分子有一毛病 知识分子喜欢怀旧 一喜欢怀小我的旧 二喜欢怀大我的旧 小我的旧无非就是同桌你 睡在上部兄弟 就是这些东西 我的青春也好 桌男也好 但知识分子还愿意怀大我的旧 大我的旧就是 故国回首明月中 就是这种情怀是永远有的 对方也有 大家听罗大悠 罗大悠其实不是外省人 是祖祖贝贝在那的客家人 但罗大悠的那个 故国情怀 我看比那个眷村子弟还要浓 罗大悠写过那些歌里有大量的有关 而且特别动人 有一首歌叫江禁酒 大家可以听听 里面写到 朝来朝去日生日落 黄河已变成了一条陌生的流水 就是故国黄河已经成了陌生的流水 然后 翻开地图飞出了一条龙 故国回首明月中 就是对他们的一代人来说 从小被教育中是中国人是中国人 然后但是中国只存在于 翻开地图 故国回首明月中 其实我们这也有 于是我到那 走在街头我好多次特别感动 为什么呢 就我突然感觉到好像这个地方很熟悉 我突然觉得这地方好像就是一种故国情怀 这地方好像就是一种保存了从书上读来的 从各种各样的学历带来的 就是那种好像中华的东西在这里 华夏的那些东西 炎黄的那些东西 就包括你走到街上看那些路名啊 通过台湾强大的流行音乐 大家在台北好多地名都已经很熟 中校东路走九遍 但是你看到中校路啊 仁爱路啊 信义路啊 包括你到他的成品书店里 看到成群的坐在那读书的人们 包括你走到街上看那些 沉静的有礼貌的 然后那样的温良恭俭让的普通的百姓 你其实心里很感动 你说这不就是啊 我们所谓的儒家教育很多年 然后我们从小学习那些中华民族啊 带来的很多美德呀等等等等 那我们这里可能是因为各种 浩劫呀运动啊破坏了很多 但是大大的一看居然保存这么好 而且说心里话 完全的没有在媒体上看到的 好像大家光在媒体上看台湾 你就觉得台湾人人都打了鸡血 就觉得台湾就是街上有无数斗鸡 就互相这样站着瞪着眼睛 那样互相斗 其实完全没有 然后你去问那个普通的台湾人民这些事 其实大家都懒得说 你问他哎呀你支持谁啊 我没有遇见什么很激进的 大家也说我支持谁 但是大部分人说我觉得都不太好 那我过我的日子几乎就是这样 那后来又去了南部 这个尤其是这一次啊 双十节 给我很深的一个感受 双十节正好就在台湾 从北到南台北也就只有一点点的街道 一看就是政府差的青天白日期 到了高雄到台南 只有一个看见一个地方挂着一个青天白日期 我们还特特兴奋下去问说 你们这怎么突然挂起一个青天白日期 他们说我们那一军队招待所 所以军队招待所还挂着期 其他没有人挂着期 从南到北没人过这节双十节 然后什么一百零三年 什么这民国一百零三年 大家都不当回事 南部的人就更是说我们就是过一节而已 放一架大家就当放一架 然后我到台北去找我这帮哥们 还问他们说 怎么过节 我跟你们一块过过节 过过双十节看看 人说那你来看我们排练吧 结果我的特别好的哥们张大春 和我另外一个特别好的哥们王伟忠 俩人在一个像教室一样的地方认真的排练 他们的一个音乐剧话剧在那 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重要的节日 大家在那该干嘛干嘛 然后我就我怎么过了双十节 就是跑那去看他们排话剧 排了一天在那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戏排起练来 而且这歌词打在了屏幕上 我看了以后我特别感动 远远不只是什么咱们这弄的麻花 但麻花没什么不好 没这意思 但是有深刻的寓意 当然也很有意思 笑的时候我也笑得很高兴 所以就其实看到了 大量的是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是一个带着很多很多中华传统的 或者说这个民族传统的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同时人们的慵懒 人们的随意的生活 人们的好像不奋斗那个感觉 有点像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比如说西班牙 意大利 什么这种地方 就是一个国家 好像已经过了高度发展繁荣这期 然后进入到一个经济也比较停滞 然后大家安居乐业 安居乐业是肯定的 到处卖萌 到处都是你看到 只有非常安居乐业的地方才会出现那种想尽办法卖萌的那样的一个社会 然后年轻人卖萌 然后中年人也丧失了过去那种艰苦时代奋斗的那个精神 然后基本上大家就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基本上有点像西班牙 有点像凡是这种感觉过了 已经过了发达高潮的时候进入后半辣的这样一个社会 人均GDP应该说比我们是高的很多 但是在世界上其实不算高 因为全世界的人均GDP早已经遥遥跨过比如说三四万美金 四万美金以上才叫一个复国之类的 那今天台湾的人均GDP两万两千美金 跟当年最快速度发展的时候确实是比较慢 因为台湾1992年的时候人均GDP就已经过了一万美金 那我们奋斗到今天我们差不多是六七千美金这样 我们还没有到一万但是我们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已经刚刚开始过一万了 台湾1992年就已经过一万了 所以大家悠闲下来主要是过了一万 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富裕的生活 大家想想北京上海什么这些地方就比较富裕了 但是长时间的发展了这么多年 从92年到现在大家想想多少年了 如果按当年的速度那现在就快成世界首富 但是一直后来慢慢慢慢越来越慢 到现在马英九六年前当选的时候说我们他的目标是三万美军人均 现在看他已经绝对不可能做到 那经济没有那么快发展的时候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东西太快了就泥沙俱下带着往前走 就损失很多精神上的东西损失很多生活上的东西 就是追求意义追求太多就少了很多意思 那今天我们比如说还处在生活要有意义啊追求这个意义 但是我们生活减少了很多意思 很多时候想想说干嘛呢好没意思 他们因为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所以当这个河流慢的时候 那很多东西就沉淀下来了 所以大家开始过上了一种 虽然才有两万两千美金比韩国比香港 比这些新加坡什么其实还差很多 但是他们已经觉得挺好 他们是12年义务教育 大家知道我们是9年义务教育制 就是从小学到高中嘛 小学初中高中全义务教育 然后全免费午餐 大学应该不叫几乎吧 人人都可以上还有富裕 你只要想上大学在台湾 你是必定能上大学的 为什么呢 他台湾每年这个大学招生的名额 是超过了报考的人的 你总有一大学上 但是你要上清华台大它叫台青交 台青交听起来有点像一种吃的 其实就是台大清华交大 但是台大就是北大去 清华跟交大去 他还叫清华还叫交大 但是北大去了 他没法叫北大 他不能北京大学跑台北去 说这北京大学 所以到那就改叫台大了 那台青交 那基本上在中国也是这几个地方最好 那不容易 但是你要想随便上一大学 台湾曾经出现过 因为我在美国看报纸看电视 他们激烈辩论说8分 高考8分 他们有高考 这个高考8分 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 然后两边激烈辩论 然后有时候8分还上什么大学 8分 您就当于工人不是挺好吗 你干嘛 你就不能学习干嘛逼人上大学 大学说人家8分 人想上 人不想上人就不考了 我为什么不让人上大学 而且说我们现在招不满 就连8分的学生都招进去了 还有排在末尾的大学招不满生 很多专业招不满生 所以像一个社会到这地步 你不愁任何事 像我们在大陆 我们最愁的什么 孩子的教育 师资 怎么办 教育资源向谁集中 不公平 地区不公平 等等等等 口大学千军万马 过度木桥 然后生了病怎么办 卖房子等等 台湾不但是看病 不小心台湾的医疗水平 是世界一流的 台湾应该说有几样东西是世界一流的 比如电子业的水准 比如说设计的水准 很多都是世界一流的 台湾的医疗是世界一流的 而且医生在台湾的社会地位 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 都没有见过医生有这么高的地位 这个接着我们要跟大家讲台湾历史的时候一定要讲 台湾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历史 导致医生这个群体在台湾不是简单的治病救人 医生这个群体在台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力量 包括现在台北市的这个候选人 重要的一个候选人就是个医生 医生的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力量 所以台湾的医疗 现在大陆有很多台团去台湾就是医疗团去看病 所以大家现在有这么好的福利 小学中学高中不要钱 那上学没压力看病没压力 基本上这俩基本压力没有了 那除非有人特想发财 那这种人当然永远有 但是大部分人就觉得生活可以比较安逸 那所以大家就谈谈恋爱 我第一次台湾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 这次去看好像已经少多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到台北 一个很大的触动说怎么到处都是小食房 不像我们 我们这只有大学门口是这个有小食房 说咱学人穷咱租不起一整夜 咱就两小时三小时 台湾遍地都是小食房 我还问人家 我说你们干嘛这么多小食房 他们说我们好像我们年轻人跟大陆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说大陆年轻人说一好就俩人搬一块住去了 说这搬一块住这事有点太早 说我们还是咱先开房吧 咱就一块 咱别就每周比如说咱来两回 咱别直接就搬一块住去了 说这有点太厉害 大家也不爱结婚 也不爱生孩子 于是出生率极低 基本上看这几年的全世界最低的出生率 不是台湾排世界最低 就是韩国排世界最低 但是世界最低的前几名都是东亚地区 大家看看这个出生率 最低的大概就一甚至低于一 大家知道出生率低于一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我们通常叫更替出生率 什么叫更替出生率 就是下一代人跟上一代人保持基本一样多的人口 是2.1到2.2 就等于是夫妻俩生俩人 基本上你看这人口保持稳定 有些婴儿会早死 加上一些这个其他的不可知的因素 那如果是出生率高于2.2 那就一代比一代人多 那人口就开始膨胀了 出生率低于2.2 就甚至低于2 那人口就是下一代比上一代人少 那人口越来越老龄化 几乎就变成这样 尤其是大家医疗好的地方 人活的还长 大家想医疗技术好 人越活越长 老的不死 年轻的生的越来越少 那这社会就越来越老龄化 基本到这地步 我们在严格的计划生育的控制下 我们整个中国大陆的出生率 差不多维持在1.4 1.5这样 就是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了30% 差不多是以这样的速度 一代一代年轻人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现在教育资源 其实慢慢的不匮乏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年 其实就是人越来越少了 他们台湾的出生率周一 一是神秘 就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一半 所以可不是你想这些大学 为这一代人家大学 到下一代人生人突然少了一半 那可不是最后就变成了八分 也能上大学等等等等 数数率低 是一个明显的富裕跟安逸的标志 这之前我跟大家讲南明的时候 讲过在工业革命之前 跟工业革命之后 人类是反过来的 工业革命之前 只要盛世一来 就人均耕地一多 人的收入一高 总收入一高 人马上就开始生孩子 就导致大量的婴儿潮 人口增长 人均耕地减少 然后危机就来了 这是工业革命之前 工业革命之后 从英国开始就显示出苗头 那到今天最后成为 发达国家的这些东亚国家 是更加的明显 就是越富裕 出生率越低 就大家越有钱 越不生孩子了 这太奇怪了 今天我在这跟大家 留一个讨论的题 由于我也没想清楚 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些东亚国家的人 而且东亚国家的人 大量都受儒家影响 这个孝 始终还都是儒家的 一个重要的东西 那怎么我们的出生率 比西方可要低得多 美国的出生率 始终维持在更替的出生率 就是2到2.2之间 所以美国一代一代人 其实没有减少 欧洲出生率被美国低 但是也远没有低 到了我们东亚这些台湾 韩国 韩国最可怕是最低的时候 比一还低 这韩国人怎么就死活不生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 日本一点多一点 出生率极低 那我们大陆1.4 1.5 新加坡最低头也一零点几 一点出头 为什么 我们深受东亚儒家文化 然后要孝这个传统的民族 却创造了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今天 这跟大家来讨论啊 到时候咱们在微博里一起讨论 总而言之吧 台湾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安逸的富足的安居乐业的 由于政治上也想不清楚 所以大家也不爱去想的这么一个社会 好 台湾观感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下期咱们继续聊 好 下面回答网友问题啊 这个问我对取消文理分科有什么看法 我当然举双手支持 反正常看我的节目的人 一直知道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读书人 最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每个人有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 也不能被你决定 文理分科其实我没什么意见 但是得自己决定 我就想学理还是就想学文 你得都教我 由国家来决定文理分科 这纯属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计划经济时代产物就是人不是人 人都是螺丝钉 由国家规定你应该去干嘛 国家分配你应该去干嘛 你就去干嘛 所以国家决定你不许背诗 你就得学数学 你就去学数学 但是到了今天 一切都应该由人自己选择 他可以自己选择 你都教就好了 他自己选择文科不好 理科好 那他的成绩单只能寄给理科大学 那美国也不分科 但是美国大家也偏科呀 你但是你不能偏科教育 我可以偏科学习 这就是我的最基本的 政府越来越缩小权力 由人民自己去选择 我当然愿意偏科 可是我偏科的结果就是 我把这寄给哈佛大学乘一单 人家不收我呀 我只能寄给一个理工科大学 人才收我 那就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举双手支持 各位小松奇谈的观众大家好 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台湾 这里有大历史碾过的痕迹 这里有温良攻减让的人民 这里保留了许多我们的过去 也预示了许多我们的未来 台湾小松奇谈 这安居乐业啊 首先一条就是 没有看到那么大的贫富差距 人民的安居乐业 不光是什么人均GDP这问题 人均了以后 那都被有钱人拿走了 那还有大量的贫困的人 尤其人怕对比嘛 患不均嘛 人不怕穷 其实是最怕不均 所以在台湾一个很好的现象 就是看不到很明显的贫富差距 除了特别特别有钱的极少数人 在躲在阳明山里 那几乎在台北的台南 在台中到处看到的 其实大家都还是中产阶级偏上的 这种生活水平 而且过了爆发户时代 过了贫富差距的时代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大家就不用再去追求什么名牌啊 豪车呀 就是爆发户时代 台湾当然也有过那时代啊 那个时代大家从台湾电影 当年群王电影里 跟小说里看到过 啊 当年大家记得看群王小说 那里一定要开一辆宾市车 啊 永远是一个特别帅的 一想就长秦翰那样的 像留学美国回来的 台湾的大量的翻译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翻成奔驰 他们翻成宾市 得开那车 就那个时代台湾已经过去了 那今天在台湾的街头 我们说衣食住行吧 一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像大陆这大量的 他说得背必须得背爱马仕啊 得背一个Snell什么什么 这土了吧唧的这种东西 已经几乎见不到 他们反而愿意穿自己设计的东西 他们有大量的设计 应该这么说台湾我觉得最好的 目前在世界上电子 其实已经被韩国超过了 本来在什么三星什么LG之前 台湾那几个大电子品牌 那是全世界最牛逼的 现在这个被超过 但台湾的设计工业设计也好 所有那些东西依然是世界一流的非常好 所以台湾看到大量的那种小品牌小设计 台湾已经进入到那个不追求贵 但是追求有一死穿的已经到这地府 实这就不用说了啊 如果不是世界第一的话 也是世界华人第一 从台北到台南还有不一样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台湾的人的组成 那当时49年跑到台湾去的200万外省人 跟600万台湾本地人融合起来的这个菜 那外省人去都什么人 是有钱的上海人 有钱的北京人 然后有钱的各地的人吧 跑到台湾去 把他们自己的厨子 把他们自己厨子带不了 自己老婆总带去了 把各地的菜 那眷村菜 那就已经是各地的人 汇杂起来的菜啊 然后上海菜 北京菜 什么等等等等 跟本地的闽南 然后整个混杂成了一个 这种混杂是香港所不具备 香港当然吃的好 但是香港是一个蛋丸之地 吃的太统一 还不像台湾 香港实际上只是混了粤菜跟西餐 而这西餐 你看英国人 香港是个英国人统治的地方 已经说了无数次英国人不会吃饭 所以其实也没事 香港如果是法国人统治的 这还好点 所以香港主要是粤菜 但是台湾的吃的 从早饭到夜市 而且夜市是到处都是 从哪走出去 走不了十条街 就到了夜市 到去夜市的路上 我就很少走到夜市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走一半 我就会看见一间特别有意思小馆子 我就坐下去吃了 等再吃两家以后 坐到夜市的时候 我已经饱了 但是夜市里面也是极其的好 我最喜欢的啊 大肠包小肠 我就其实就比西方的什么三明治热狗 要好吃的多 我最喜欢的七里香 七里香不是歌里唱的那么美好 七里香啊 是鸡屁股 但是鸡屁股做的也非常好 不管是面啊 饭啊 等等啊 我在罗兰基的时候 我只要去吃中菜 我几乎就是去吃台湾菜 吃的不能多讲了啊 总而言之 台湾是融合了中华美食最好的一块地方 住台湾的房价远远低于相对应的 咱不能拿台北去和比如说西部以小镇去比 那有点不公平啊 咱就台北跟北京比吧 高雄跟上海比 咱台中跟深圳比 就是互相对应的这么比房价的话 那台湾房子简直太便宜了 所以住也住的很好 就是几乎没有看到 其实比日本我觉得生活水平要高一点 因为日本确实是按人口跟土地比来讲 日本实在是太挤了 再加上日本有地震啊山地啊等等等等 日本住的小的其实比台湾要小 台湾感觉上住是比日本要好的 比香港当然更好了啊 香港虽然人均GDP比台湾高50% 但是住的实在是太辛苦了 所以香港人民的怒气 这个比台湾人民要更怒一点 这个大家从近期的事就能看出来啊 啊行 刚才说了这边是 台湾早已经过了爆发户比豪车富二代比超跑 早已经过那时代那都吐死了 大家都把这几乎在台北哪怕在台北啊 街上都很少看到像今天在咱们大陆大城市 大陆都不用大城市 你有时候去什么太原成都 当然也是大城市啊对不起 都是大城市 我在成都什么太原街上我都惊了 就是那个就别说宾市了啊 就咱们叫奔驰就拿宾利都不当人 就满街的一看啊宾利一串一串在街上跑 然后一看卖巴赫 卖巴赫都不当人呢 就在街上随便开 我天我这简直太吓人了 在台湾我几乎我就没有见过这么豪华的车 至于什么奔驰宝马都不多 大多数都是经济的日本车 说实在的车的滑滑程度就是追求车的那程度 没有美国厉害 美国当然也早过了用车炫富的时代 但是美国因为大 他有开车乐趣 说我一开车跑这周去了 一开车跑黄石公园去了 这台湾这开死了开五个小时就开孩子去了 所以也没什么说开车有巨大乐趣 所以大家就 而且更大量的人骑机车 就是摩托吧 那个咱们叫摩托车 他们叫机车就是满街机车 几乎就是很平和的 然后非常发达 他们叫捷运系统 就是地铁以及高铁 几乎在台湾舒服在哪儿 那岛真是不大 那我们跟人约个晚饭 我跟张大春约的 说咱们在台北吃晚饭 那我们在台南还可以玩半天 都没得玩在台湾 说咱再逛逛 说这会儿就去台北 台南南边当然还有一大城市高雄 但是高雄已经很近 离台南也很近 说整个台湾应该这么说 两小时之内哪都能到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交通极为方便的地方 大城市之间 无非也就坐个一座小时高铁 就到了 看看表说差不多该去台北跟大春吃晚饭了 然后就从台南上车 就到台北吃晚饭去了 就几乎是方便极了 就一个小小的地方 当然了很多人说小地方好建设 小地方好管 这个咱们未来再说 政治的事咱们不讲 但是至少到现在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建设 实际上台湾比我们建设的还要更早一点 从割让给日本以后 日据时代开始建设 到了蒋介石去了以后 叫做复兴基地 实际建设 带去了一大堆钱 再加上美元 带去了一大堆人才 这比钱还重要 然后一直到到后来 他们也改革开放等等 他们也加入全球化 到今天台湾已经建设到 应该说逃不逊色 应该说细致程度跟日本都有一拼 我记得讲日本的时候 我说我说到日本就失业了 为什么 你只要能看到想到的事 都有人干了 就每个地方细致 到台湾可能也是因为 被日本统治过50年 再加上台湾 确实人也多地也小 所以细致到每一项服务 细到什么程度 给大家举个例子 过红绿灯的时候 给盲人听 你盲人看不见 你在香港 大家知道 香港就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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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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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快 或者越来越慢 就告诉你盲人现在能走了 不能走了 但是香港那个 我经常吵得我受不了 因为他那声音就靠嘟嘟嘟嘟 速度快慢 台湾人走红绿灯 特别愉悦 他也是给盲人听 但是南北向能走了 是不鼓鸟的叫声 东西向能走了 是另一种鸟的叫声 然后专门给行人 这地方就走路的地方 是蛆蟆声 蟋蟀声 你说这多人心话 比在香港听见 滴滴滴滴 烦死了 就细致到这个地步 你去上厕所 每一个什么小便池 或者每一个什么旁边 都写这么大一篇 然后这样 而且特别能卖萌 到处都是小漫画 大家卖萌 其实台湾话 大家听到什么啪啪奏 什么这那的 就很能卖萌 这个卖萌 不知道是不是跟日本统治过50年 日治时代有关 反正是这个社会 你在待着你觉得很舒服 就大家都没那么严肃 除了那媒体上 那几个讨厌鬼的 那天天闹一外 大家都能卖萌 大家都能以比较乐观开朗的 这个态度来生活 我觉得这就很好 安居乐也当然不光是衣食住行啊 文化也非常的重要 台湾的文化 其实都凭我说 这大陆人民了解台湾文化 那简直太厉害了 从小看着林青霞秦汉穷摇电影 然后下一代人没有穷摇电影 改穷摇电视剧了 看着穷摇电视剧长大 然后尤其是听着台湾流行音乐 应该这么说 这个我们华人的这个流行文化 是这样分配的 电影是以香港为主 香港电影是曾经做到仅次于好莱坞的 世界第二大电影工业 电影之都 所以香港电影是代表了华人电影的高潮的 过去啊 流行音乐 那就是台湾 台湾流行音乐代表了 我作为身份一个从业人员 我也要这么说 台湾流行音乐代表了 华语流行音乐的最高潮 就是从邓丽君刘文正开始 那我们那时候还没流行音乐 我们那时候还 重要唱革命歌曲呢 他们那就已经邓丽君临文正 这个年轻人都已经不熟悉了啊 然后紧接着就是以滚石飞碟 其实滚石飞碟是一家产品公司 后来分裂了啊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 以后大家会慢慢了解 以滚石飞碟为首的台湾流行的最高潮时期 就是滚石的罗大友李宗盛 齐琴齐玉周华健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一大片 然后飞碟的苏瑞 其实就是为了抢苏瑞 大家为了争夺搭错车的一张唱片 滚石音乐分裂成滚石跟飞碟 那苏瑞就是飞碟的开山 紧接着飞碟大家是无比熟悉的啊 王杰啊张雨生啊等等等等 大批的这种明星 流行音乐 台湾除了当然有我们听到的这些流行 但是台湾就是有很高潮 加上罗大友已经是流行音乐的最高峰 就是已经把流行音乐提升到 能跟电影文学绘画比肩的这高度的也有 包括滚石当年出品的很多唱片啊 迄今有我一直听的《骆驼飞鸟鱼》这种级别的 把流行音乐完全提升到文化艺术这级别的 是也有一大堆 所以台湾的文化都不用我说 啊作家大家熟悉的也更多了啊 从百先勇开始啊到什么啊 竹天文琼瑶琼瑶就不用说了 应该怎么说 畅销书作家是有一票人在台湾 但是真正的文学也可以说有一票人 就不像香港 香港是说畅销书作家当然是有了 有金庸啊有梁雨生啊有古龙啊有艺书啊等等 所以香港基本上文学这事乏善可陈 畅销书作家一大堆 当然也是因为大学少啊 这个精英的阶层少 那基本上大家都在香港都是为生活打拼 所以都是写流行的东西 但是台湾要畅销书作家是有畅销书作家 要称得上文学的当然就是有称上文学的 就刚才说的白先勇啊什么竹天文啊 这都完全能称上文学 无念真理 所以台湾的文化应该说是华语文化的最最重要的一块阵地 那跟台湾有大量的优秀大学是有极大的关系 大家知道四十年去的时候 这两百万大陆人应该这么说 除了几十万军队里面有文盲以外啊 极大的提升了台湾的平均文化水平 应该这样讲台湾从光复 就是从日本手里回到了中国啊 开始到四九年这段过程中 当然历史我们到时候再讲啊 台湾的经济发展也好文化也好 当时大家觉得又这好像已经被摧残掉了 海外一块荒地弄回来吧 结果弄回来才发现台湾在日本这五十年的统治下 至少教育水平是非常高 台湾的人均十字率 其实人均GDP也比大陆高 在那个时候啊 四九年的时候 人均十字率 人均GDP啊 各方面的建设 其实都比大陆要更好一点 那所以四五年去的时候 其实不是去了荒蛮之地 但是去了更多更多的有文化有素质 有经济能力的人到了台湾 而且到了台湾以后 几乎全部都降级使用 就大量的校长到台湾当老师 大师到台湾也只能教一个普通的书 并且签去了大批的名校 就刚才给大家讲过台青交啊 北大到台湾去副校啊 那北大的校长也去了 傅斯年去了在那啊 在台大副校 台大本来就是个不错的大学 在北大占了他之前 他叫台北帝国大学 是日本办的一个大学 本来就是个很不错的大学 那北大去了以后 把那一站 这个就变成了台大啊 说台大跟大家多说一句啊 台大这面积之大 可是天下少见 这个我们这样天天弄什么大学城啊 什么这那的好像看起来大学挺大 其实大量都是以大学城为名 搞什么房地产项目 真正大的大学 清华应该已经算是清华和五大吧 应该算是我们大陆大学校园最大的了 但是跟台大比起来那差了很远很远 台大应该比我看过的美国特大的校园 比如像斯坦福什么还要大 台湾差不多是三万六千平安公里 那当然比我们讲的新加坡时候的几百平安公里大得多啊 但是也没多大 但是光台大就三百四十五平安公里 就占了整个面积的百分之一 那里面校园里清脆的自行车铃声 校使馆里那种繁复多样的 一看就极为用心的 不像我们去那些大学校使馆 就包括闭校校使馆 进去就几张照片一看说好 然后那一个屏幕戳巴戳巴 把自己当年的学习卡戳出来 然后看看说我当年这么瘦 走了校使馆待十分钟就没的可带了 在台大的校使馆做的是非常 应该怎么说 他们对历史的整个的这个讲究啊 传承是我们不能比的 因为我们是中间确实割断了很多年 所以大家去台湾的时候 不要光去什么日月坛呢 光去什么阿里山也要去台大呀 这些地方去看看 尤其是自己有母校在那 同样有一兄弟校的人去看看 其实是有很多的感受 台大当然今天依然是台湾最好的中华大学 然后就是我的母校清华大学 没校长啊 到了台湾在新竹找了一块地儿 把清华在台湾赴了校啊 再有就是交大 交大校长是没有跟着去台湾啊 就是著名的毛医生毛校长 所以这个交大建国以后 是第一个获得了毛主席真正的提词的 北方交大四个字是毛主席写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人 看看自己母校门口那个牌子啊 上面都是毛主席提词 但是实际上几乎99%的这个提词 都是从毛主席诗词里抠出来的 从毛主席诗词里找来找去 幸亏毛主席爱写诗写的多 所以字比较全 然后都找出来 但是这科技这俩字 毛主席什么时候写的我不知道 总而言之我看那科技大学也是毛主席的 反正都从毛主席抠出来的 极少数学校是派了很有威望的学者给毛主席写信 比如复旦大学就给毛主席写封信 说主席啊 这那个万事无疆 毛主席回封信说某某老您好 那个收到您也身体健康 然后那新方写了复旦大学某某时候 赶快把那复旦大学四个字捡下来 所以复旦大学特别光荣地说 你们都是从毛主席诗词里抠出来的字 只有我们是毛主席真的连着写的复旦大学四个字 但是其实也不是提词 是从一封信上抠下来的 这三个大学里面 北大校长去了台湾 清华校长去台湾 而且是当时我大军 围城的时候 从北平起飞的最后几架飞机上 这也能看出来蒋心里觉得谁最值钱啊 大批的将领都没上两飞机 说你们就留那吧 你爱干嘛干嘛 除了两个将领 李文跟石绝 这黄埔系的他舍不得 那那上面有胡适 有梅琪 有陈英雀 但是陈英雀先生最后到了广州 最后大家从广州再去台湾的时候 陈英雀先生说我 不走了 我也不想老了 走不动 留在领南大学教书了 但是下场最后咱们之前讲过啊 非常令人扼腕 所以台青郊复校 不光台青郊 还有大量的教会大学 因为教会大学是更不能在这生存下去的嘛 那当时解放的时候 我们这最好的几个教会大学 燕京大学就解散了 那燕京大学这块地儿就是现在北大 原来北大可没有这么好一块地儿啊 现在这燕园 为什么叫燕园呢 就是这人家是燕京大学校园 除了台青郊还有一些名校 比如东吴大学啊 等等等等 都在台湾复了校 再将有日据时代 整个做起来台湾的基础教育 所以台湾的教育水平是非常的高 导致整个台湾这个安居乐业里面的文化元素 是远远超过了我们这边 我跟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一进这个书店 我们的书店一进先看见什么呀 全是怎么发财 怎么升职啊 职场如何如何如何 创业哎呦我都烦每次进书店 我要想看的书 我得找半天在那鸡脚咖喇里才看见 然后就全是那种低俗不堪的那种 难道我就特别奇怪 你看两本如何升职的书你就升职了吗 看两本如何发财的书你就发财了吗 理财你就理财了吗 但是台湾不一样 台湾书店一进去看到的整体的文化水平 你书店怎么摆放呢 就是其实就是顾客的需求嘛 那远远的就舒服极了 就我一到那种书店里 我就觉得好舒服 大学也是 我们这大学几乎就已经变成了职业培训所 几乎就已经没有什么人生理想去教你 尤其是名校啊 我老说名校是振国重器 名校应该胸怀天下 名校应该纵横四海 改做国家教育名校生 我们这甭管多名的校 哪怕弊校这种名校 也是请一帮房地产商去演讲 这弊校请我去演讲 我说我不去 说你为什么不来啊 你作为校友 我说你们请一帮房地产商 请一帮什么这人去讲 那你哪怕你请硅谷回来的人 去讲高科技也好啊 或者请文化人 你请一帮房地产商讲什么意思啊 讲怎么勾结当官的啊 然后剩下的都不是扯淡吗 可是趋之若鹜 就我在洛杉矶看到 大陆的留学生非常多的 而且还是名校啊 这个大陆只要去房地产商去演讲 哇 就人满为患 所有人都崇拜极了 就 然后美国同学看了都特奇怪 因为在美国就没有什么 特别有名的房地产商 除了一个叫川普的 他出名还不是因为房地产 还是因为别的 就所以整个这个气氛在大陆 这大学完全变成了一个职业培训所 然后大家人人都讨论着 我去演讲过一次回母校 讲了半天啊 人生不知眼前的苟且 还有石河远方等等 讲自己慷慨激昂 热来盈眶 完了说同学们提问吧 同学们说 学长我们应该去国企 还是应该去外企 给我气的 我说全排讲了 讲了要是慷慨激昂 最后人就问这问题 那台湾的大学里 你明显能看到那种文化的氛围 包括去台大 非常感动 看到整个这个学校的传统 奋斗 理想等等 去清华大学 其实我还挺感动的 后来我很奇怪 这一个学校 一个名校 这个气质 这气场居然能移动 这北大 从那红楼时代 在沙滩的时候 就是那种 永远冲在前面 就特有那个革命精神 等搬到烟大的这校园里 他还保持了这气质 还是那样的 北大出外人都是一股那种 我跟你们都不一样 我是那个啊 如何如何 清华在我们这个清华园的时候 就是大家戴着眼镜 然后装一 豆芽菜体型 然后大家走路都很模一份的 有点那种木讷 到新竹清华大学 我一看 除了那字是繁体字 一看在校园里走的这同学们 其实还是那样 戴个眼镜 那豆芽菜体型 然后在那走路快一顺的这种 但是整体的大学的氛围 知识的氛围 文化的氛围 是让你觉得非常舒服 那可能因为我自己是个读书人 我觉得在那待着就特别舒服 包括跟大家讲双十节 我去看 张大春 张大春当然是个标准的知识分子 这是不用说的 可是王伟忠 大家知道王伟忠 因为王伟忠做了康熙来了 等等 台湾当然这种综艺文化 那当然发达极了 那综艺已经到了那个地步 但是并没有因为有综艺文化 有流行文化 大家就彻底丧失了那些 我们这已经基本上快成那样 大家全都去综艺去折纳 我一看伟忠哥你也在这 因为是大春请我去看那个话剧排列 王伟忠说对我也干点这种 读书人干的不挣钱的事 那我问问说你们这戏多少钱一共 这大陆人特别习惯的就先问人多少钱 后来我觉得在台湾我应该改改 咱们点都习惯了说普通老百姓见面 先问你一月拿多少钱 上来先问这个 而不问说你这工作你喜不喜欢啊 你这工作到底有什么 不是先问你一月拿多少钱 我们也习惯于见这一人就说 你这戏投了多少钱我也是 当时就问说你这戏投多少钱 你说没多少钱我也不要 大春写整个戏的歌词写的漂亮极了 也不要钱做音乐的也不要钱 伟忠哥当然自己公司做点商业的事 但是他那公司资助了这个巨社 这个巨社就是不挣钱 他没事就做一个有意思的戏 之前做了什么岳母次字 这回做了一个叫情人眼里除夕师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戏 我特别希望把他引药大陆来给大家看 大家都不挣钱 他们穷成什么样呢 那排练穿的衣服 我还说这衣服谁设计的 就穿身上就成这样了 他们说这还是我们上一出 岳母次字的时候的服装 这穿身上岳母次字纵巢的事 西施这春秋的事都能把衣服穿一块 整个这一系投资也没个几百万台币 就是没有一百万人民币 在我们这都不能想象 在这我们整个的文艺界 或者叫娱乐圈吧 演艺界 都是这样一听说 就投这点钱那就算了 就不干了 我们这人叫唯恐投资不够大 唯恐不干大事 就人人都得干大事 就非得那个剧片 然后这那 非得要干这些事 人家其实你说张大川外不大吗 王伟中外不大吗 人家就没事就干这事 但是一排练起来 我一看 而且那歌词打在了屏幕上 我看了以后我特别感动 远远不止是什么咱们这弄的麻花 但麻花没什么不好 没这意思 但是有深刻的寓意 当然也很有意思 笑的时候我也笑得很高兴 因为那完全就忘了什么头多少钱 什么市场舒服极了 歌词之优雅 大家之认真 韦中跟大春都正好被我带一轮 俩人特别认真 让人记笔记 然后跟演员谈 这样那样 我在旁边看着 哎呀 长叹一声 说我 我其实应该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才是知识分子的生活 然后到大春家去喝酒 他在旁边闭墨止咽 然后那个书斋里一看 热泪盈眶 说你看看人家那书斋 人家那真是个书斋 那房子不很大 但是那书斋里的各种善本 古籍等等等等 啊 台湾的知识的聚会 依然保留着连诗对聚 大家互相赠莫保 身上要揣个印啊 走到哪 大家聚会完了以后 我给你写两个条符 然后还把印掏出来盖上 啊 我们这已经完全在一起 就是说哎 咱们干一阵事 咱成立这公司吧啊 你当CEO 他当CEO 他当C什么O 全都成这样了 所以整个台湾保持着 不但是安居乐业 而且是充分有文化的一个 安居乐业的社会 这一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后来我说我 未来的人生 一定要弄几年到台北去生活 跟台北这些知识分子 包括他们的官员 啊 你看到他吵架什么 但你看看这些官员写的东西 非常有文化 那台湾是一直保持了文化人做官的一个很好的习惯 这当然咱这的官员也都是博士啊 咱这官员那现在不是反腐吗 我没事就看这个 我发现这个抓起来的全是博士 但是一看这读博士的时候 特别逗 大家如果有心的话 就是看看每一个这个官员的履历啊 几乎都是他到了正厅级的时候 他得了博士 就在我们这已经变成了博士是正厅级干部的一个福利 就是你只要能到正厅级 你就一定有学校给你博士 他们那可不是 就来到现在台湾管文化的这个卢应台啊 去做这个管文化的这个有引号的这个官员啊 然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 我觉得保持了至少从民国时代下来吧 那种相当好的知识分子的传统跟信仰 所以我说有一天我要等我把这堂事都捉腾完了 我要到台北去住 我也去弄弄那些不挣钱的戏 我也跟大家笔墨指宴身上戴一张 然后到那跟大家戳一戳 我不但戴一张我还戴琴 到哪还跟大家谈谈琴很好 不光是知识分子阶层啊 也不光是官员是大量的是知识分子来充当 即使是普普通通的百姓 即使到南部都用那种口音讲国语 就讲普通话吧 跟我们聊天的人 即使是一个开车的 他说话的层次明显的要比我们 应该说大家同级的这样的 就比如说咱们除了司机对除了司机 然后咱们官员对官员 知识分子都比我们文化要高一点 就是用成语就能看出来 就他们哪怕是最底层人民说话 那话里经常带着很多成语 就几乎就到了我们的官员级别的人 才能说到这种话 所以你就觉得整个社会 保存我们中华的文化 以及享受这种文化的能力是非常强 给大家举个小例子 台湾有一代电影大师 侯耀贤 杨德昌 李行等等 跟音乐大师那一代 差不多那同时代的那么一代人 一个电影悲情城市 导致一个叫九份的地方 成为一个旅游热点 大家都到九份去看看 一个电影海角七号 其实台湾没有一个地方叫海角七号 但是因为这电影火了 大家都说我要去海角七号看看 其实就在恒春 恒春自己就改名了 那地说我这就是海角七号 拍摄地叫海角七号 于是离拍摄地不远的地方说 那我这叫海角五号 不是就海角三号 也火了 因为文学 因为电影 因为音乐 因为音乐最明显的就是陆港小镇 这陆港完全就是因为陆港小镇 这首歌成了一个旅游热点 然后大家都去陆港 我也去了 我也是怀着对大佑哥的无限重庆 到了陆港 我到了陆港才知道 原来陆港有一个大世家 世代在陆港 大家关心两岸新闻的人 应该知道就是孤振甫他们家 孤振甫就是那边海基会的第一任 什么董事长 孤家世世代代代 都是台湾大世家 就包括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 帅领台湾的这个 头面人物去迎接日军上岸 那就是孤振甫的爹 所以看来孤家这个 惯于搞外交 那边跟日本是他爹 这边跟咱们是他自己 所以 可是并不因为孤家陆港成名 陆港成名就是因为陆港小镇 所以到那去看了看才知道 所以陆港现在也是一个旅游圣地 好台湾的观感就聊到这里 所以陆港成名就是陆港成名 陆港成名 陆港成名 陆港成名